哈里·梅根要带莉莉贝特去见94岁女王,朝臣犹豫又害怕。 据英国,《太阳报》9月4日消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与梅根。 马克尔正在做着一项巨大的努力他们希望可以在未来几周带着女儿。 英国王室第八顺位继承人莉莉贝特回到英国,在湾沙城保卫孩子洗礼,如果得以成行。 这将使小莉莉贝特于94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太祖母受赐见面,这本是一件湾心之事。 然而女王的朝臣们竟对哈里夫妇的想法感到惊讶,甚至有几分害怕。 自梅根嫁入王室后,与哈里夫妇二人一直是媒体上的红人,她的每一件事,每个举动都有新闻效应。 自2020年3月梅托米杰克斯特事件后梅根还从未回过英国。 哈里本人本年度到是由于祖父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于六月间戴安娜王妃雕像落成一世回英国两次。 小莉莉贝特全名为莉莉贝特、戴安娜、蒙巴顿湾莎。 小姑娘出生于6月4日,小莉莉贝特出生后。 对于哈里梅根是否没惊女王允许就用其拟称给女儿起名,媒体上涌现出许多讨论神志是诋毁。 据称此次希望带女儿回英国,在湾沙城堡给女儿洗礼是哈里梅根在电话中向王室家人。 比如父亲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及哥哥见乔公爵威廉王子提出的。 尽管发生了奥普拉、温福瑞访谈等不愉快的事。 但女王仍旧喜欢她的孙子哈里王子,也特别希望见到小莉莉贝特及阿奇。 但着承门对此的态度却不是听到消息立即着手安排,而是对哈里梅根的勇气表示震惊。 甚至在哈梅二人拒绝女王的圣诞邀请后是否同意二人回英国很是犹豫,目前仍未回应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以一般的眼光看来,在哈里梅根与王室的拉锯战中, 哈里梅根总有点类似疯狗似的狂匪,女王则是怀柔的每一个举动。 每个声明都有爱在其中,然而,女王同时却也有着霹雳手段。 譬如, 对于哈里王子2022年将出版回《易鲁讲述王室生活仪式》,女王就已经准备好了律师。 同时以命令朝纯反驳哈里书中的任何不对头说法,在原则问题上她不惜与亲孙子对簿公堂。 消息来源告诉《太阳报》,英国王室担心哈里会讲述她对于戴安娜之死的感受,王室对待戴安娜的方式。 以及早年哈里对于父亲与卡米拉关系的感觉。 说来也真是悲剧。 94岁的老曾祖母静不能自由地语通明的小曾孙女见面。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君主是孤家,是寡人。 据英国《太阳报》9月4日消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正在做着一项巨大的努力。 他们希望可以在未来几周带着女儿。 英国王室第八顺位继承人莉莉贝特回到英国,在湾沙城堡为孩子洗礼,如果得以成行。 这将使小莉莉贝特于94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太祖母受赐见面。 这本是一件温馨之事。 然而女王的朝城们竟对哈里夫妇的想法感到惊讶,甚至有几分害怕。 自梅根嫁入王室后,与哈里夫妇二人一直是媒体上的红人,她的每一件事,每个举动都有新闻效应。 自2020年3月梅托米托克斯特事件后梅根还从未回过英国。 哈里本人本年度到事由于祖父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于6月间戴安娜王妃雕像落成仪式回英国两次。 小莉莉贝特全名为莉莉贝特、戴安娜、蒙巴顿湾沙。 小姑娘出生于6月4日,小莉莉贝特出生后。 对于哈里梅根是否没惊女王允许就勇气拟称给女儿起名,媒体上涌现出许多讨论神志是诋毁。 据称此次希望带女儿回英国,在湾沙城堡给女儿洗礼是哈里梅根在电话中向王氏家人。 比如父亲威尔氏亲王查尔斯王子及哥哥见乔公爵威廉王子提出的。 尽管发生了奥普拉、温福瑞访谈等不愉快的事。 但女王仍旧喜欢她的孙子哈里王子,也特别希望见到小莉莉贝特及阿奇。 但着承门对此的态度却不是听到消息立即着手安排,而是对哈里梅根的勇气表示震惊。 甚至在哈梅二人拒绝女王的圣诞邀请后是否同意二人回英国很是犹豫,目前仍未回应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以一般的眼光看来,在哈里梅根与王室的拉锯战中,哈里梅根总有点类似疯狗似的狂匪,女王则是怀柔的,每一个举动。 每个声明都有爱在其中,然而,女王同时却也有着霹雳手段。 譬如,对于哈里王子2022年将出版回一路讲述王室生活仪式,女王就已经准备好了律师。 同时以命令朝纯反驳哈里书中的任何不对头说法,在原则问题上她不惜与亲孙子对簿公堂。 消息来源告诉,太阳报,英国王室担心哈里会讲述她对于戴安娜之死的感受,王室对待戴安娜的方式。 以及早年哈里对于父亲与卡米拉关系的感觉。 说来也真是悲剧,94岁的老曾祖母静不能自由地与通明的小曾孙女见面。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君主是孤家,是寡人。 据英国,太阳报9月4日消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正在做着一项巨大的努力他们希望可以在未来几周带着女儿。 英国王室第八顺位继承人莉莉贝特回到英国,在湾沙城堡为孩子洗礼,如果得以成行。 这将使小莉莉贝特于94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太祖母受赐见面,这本是一件温馨之事。 然而女王的朝城们竟对哈里夫妇的想法感到惊讶,甚至有几分害怕。 自梅根嫁入王室后,与哈里夫妇二人一直是媒体上的红人,她的每一件事,每个举动都有新闻效应。 自2020年3月梅托米托克斯特事件后梅根还从未回过英国。 哈里本人本年度到事由于祖父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于六月间戴安娜王妃雕像落成仪式回英国两次。 小莉莉贝特全名为莉莉贝特、戴安娜、蒙巴顿湾沙。 小姑娘出生于6月4日,小莉莉贝特出生后。 对于哈里梅根是否没经女王允许就用其拟称给女儿起名,媒体上涌现出许多讨论神志是诋毁。 据称此次希望带女儿回英国,在湾沙城堡给女儿洗礼是哈里梅根在电话中向王氏家人。 比如父亲威尔氏亲王查尔斯王子及哥哥见乔公爵威廉王子提出的。 尽管发生了奥普拉、温福瑞访谈等不愉快的事。 但女王仍旧喜欢她的孙子哈里王子,也特别希望见到小莉莉贝特及阿琪。 但朝城门对此的态度却不是听到消息立即着手安排,而是对哈里梅根的勇气表示震惊。 甚至在哈梅二人拒绝女王的圣诞邀请后是否同意二人回英国很是犹豫,目前仍未回应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以一般的眼光看来,在哈里梅根与王氏的拉锯战中,哈里梅根总有点类似疯狗狗狮,女王则是怀柔的,每一个举动。 每个声明都有爱在其中,然而,女王同时却也有着霹雳手段。 譬如,对于哈里王子2022年将出版回《易鲁讲述王室生活仪式》,女王就已经准备好了律师。 同时以命令朝春反驳哈里书中的任何不对头说法,在原则问题上她不惜与亲孙子对簿公堂。 消息来源告诉,太阳报,英国王室担心哈里会讲述她对于戴安娜之死的感受,王室对待戴安娜的方式。 以及早年哈里对于父亲与卡米拉关系的感觉。 说来也真是悲剧,94岁的老曾祖母静不能自由地与通明的小曾孙女见面。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君主是孤家,是寡人。